那现在的屠宰业务 我们把它移除到别的地方去 比较偏远的地方去 然后市中心区还给市民公园 商场以及社宅 那过去这40年以来 这个屠宰场对台中市的发展名声 当然很有贡献 可是时代已经很进步了 那这边附近的住宰林立 那也因此造成市民盟友不堪其扰 因为一天要屠宰在市中心里面 一天要屠宰1200只猪 那晚上三更半夜非常的吵杂 人车吵杂 猪也不断的在哀嚎 那造成环境的污染恶臭 那而且就在台中市正中心里面 那现在的屠宰业务 我们把它移除到别的地方去 比较偏远的地方去 然后市中心区呢 还给市民公园 商场以及社宅 那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公园的第一期 完工启用 接下来我们还会做二期的公园 另外也会做综合性的大商场 以及盖社会住宅 所以诸事圆满 那今天非常的高兴 多 satan 对 新闻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